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感谢主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因为你是alpha omega 你是从 你是开始 你是终结 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月 然后在上个月你带领我们 你保守我们 你看顾我们 你强化我们 你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要宣告主啊 没有人与你像一样 因为你是超就是我们当中的这一个唯一的真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比你爱我们更深 我们知道你完全的了解明白我们 是主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 你是大能的 你是充满着这一个的恩典 还有连续的上帝 我们要感恩 主啊今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极大的感恩和赞美 我们求主你继续把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也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能够联系起来 不但跟你联系我们之间 也有一个主内的那一种很深的那一种的联系 因为主啊我们都是受洗于一归圣灵 所以求圣灵啊你来现在帮助我们 能够来高举耶稣充满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赞美能够祝福我们神的美大的这个的圣灵 主啊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愿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 给我们看到主 你要我们走的路 让你的真理继续充满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有这个基督里头的那个自由 所以让我们处于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底下 我们依然可以在基督里头得到喜乐得到满足 叫主我们恭敬把今天的崇拜交在你手中 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崇拜 我们以诗歌来继续来赞养我们的主 主我们今天我要高举的圣灵 我要荣耀的圣灵 是你配的一切的尊贵荣耀赞养感恩 起来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起来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当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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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耶稣 当我们荣耀 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合影哲耀 荣耀 庆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我主耶稣 起来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荣耀 荣耀 荣耀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荣耀 荣耀主 你是大君王 神王 黑暗失望 洗尽性命忧伤 带来喜悦平安 你死去 人生 赞观世上挽扭 出去追和困到 赐给我 心底生命 洗来荣耀 荣耀 荣耀 我主耶稣 洗来荣耀 荣耀 荣耀 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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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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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 哈利路亚 我们荣耀 我们主 今天 正是 祂的信息是 叫我们确实 感恩 愧罪 愧改 祂的面前 因为祢 赦美我一切的罪恶 祢的信息是何等的伟大 祢 赦美我一切的罪恶 祢 心是何光大 上帝我天父 祢 绝对无影影 光明永远 祢是 慈悲烈命 残存不改变 过去 现在 如是 今后一案 祢 心是何光大 祢 心是何光大 每天清晨我 领受信恩赐 我一切许 要祢 全安排脱达 何等得到 心是主持给我 夏天 继续 春天 冬天 节 秋天 太阳 月亮 忠心 全归云行 我心 以宇宙 同真主持爱 上主万法 心是残存永远 祢 心是何光大 祢 心是何光大 每天清晨我 领受信恩赐 我一切许 我一切许 要祢 全安排脱达 何等得到 心是主持给我 祢 心是主持续 要祢 自他必要 今生 向我 显现 醉无安慰 赐我天天 力量 赐光明前途 祢 心是何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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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我 领受信恩赐 我一切许 我一切许 要祢 全安排脱达 何等得到 心是主持给我 好 现在我们进入带导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为以下的四个项目来带导 我们一起同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让我们向祢说话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按着祢的心意祷告 求祢垂听 求祢悦纳 首先我们要为着政府推出 第十二项大马计划的土著议程 来交托在副省的圣首当中 求祢来拦阻这其中不公平的议程 政府不应该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 而推出土著议程来分化国人 使种族关系破裂 政府应当关注真正的社会问题 那些没得吃 露宿在街头的国人 而不是土著而已 也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 亲爱的天父 我们祈求祢 让原住民能获得与其他国人同等的权利 保守他们在工作上不被剥削 也不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中 亲爱的天父 我们祈求祢 让负责原住民的政府部门 能兴建更多的廉价物 以供应原住民社区的需要 能妥善处理他们环境污染和骚扰的问题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包括水电的供应和交通系统的改善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祈求祢 让原住民能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能经历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接纳和爱 医治他们因被拒绝而受伤的心灵 亲爱的天父上帝 也祈求祢 拯救我们国家的经济危机 求祢是政府的抗议小组 有智慧聪明 有能力 晓得如何解救我国脱离新冠病毒的危机 使民生得以复苏 亲爱的天父上帝 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将逐步在本月复课 主啊求祢让学校当局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使课室通风 保持卫生干净 时时提醒学生不可群聚 保持安全距离 求祢你来保守看顾学生们的健康 和他们的学业成绩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 这个儿童归族施工 交托仰望在父神里的圣守当中 这个施工将会重新启动 并且有一个筹备会议是在今天下午3点 求祢你来带领整个会议 让委员们 让这些负责人都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意象 有个清楚的看见 晓得如何去筹备这个儿童归族施工 并且求祢你来吸引小孩子们 孩子们来参加这个儿童归族施工 求祢你来带领 主啊我们特别也为着我们的城市 新上的救恩交托 仰望在父神里的圣守当中 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的人是迷失的 主啊他们不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 求祢你来改变我们城市的属灵气候 求祢来改变这个属灵的气氛 求祢的圣灵运行在当中 吸引更多人 感动更多人的心 让他们向福音敞开 使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那里 主啊谢谢祢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这时候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 祢父我们谢谢祢 在这么不稳定的时刻 你让我们还是丰衣足食 你让我们还是有食物有助的地方 你让我们主要的生活都没有问题 我们为做这一切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其实不当然这时候我们也 纪念到那一些经济上受很大影响的 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也求您眷顾他们 那么也盼望他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有您的保守 他们慢慢慢慢的可以走出这个困境 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着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谢谢你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 我们还有机会奉献 我们还能够用奉献来表达我们对您的爱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也祈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 让我们奉献的每一分的金钱 都能够表达我们内心对你的爱 你也能够欣赏跟喜悦我们的奉献 我们求您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 也继续带领金早的崇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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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再次要欢迎大家 今天出席 我们今早的礼拜 我们当中有一位出出新主的王姐妹 我们非常高兴 今天他能够出席我们的礼拜 也要特别谢谢三容姐妹上去他的家 跟他一起上线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礼拜 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知道我们一直祷告的时候 主会帮助我们 会去帮助别人 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耶稣 我们要赞美 我们现在 因为假如我们当中还有其他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的 刚才我看一看大概都是我们堂会的人 所以再次谢谢你们 好不好 我记住这机会再次鼓励弟兄姐妹 好不好 你们下个礼拜尽量去邀请一个人 上线跟我们去做礼拜 给我们一个挑战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配得所有的人来敬拜 所以假如你愿意的话 希望你们下个礼拜 鼓励 或是很久没有来 或是新的朋友也好 鼓励他们一起来上线来认识敬拜我们的主 好 谢谢大家的出席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的一些的报告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的本周的第一个报告就是再次 通知我们当中已经要参加这个儿童归族施工的这个筹备会议 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今天下午三点钟将会开会 这个主要是要安排我们如何来开始重新开始这个的施工 所以我们也可能我们也可能特别会安排 所以我们也可能特别会安排 所以我们也可能特别会安排 接着那个主办一个一个儿童 Christmas party来重新开始这个会这个的施工 三点钟你可以来参加聚会 我们希望有不同的弟兄姐妹进来可以做一个bramestorming 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继续启动这一个儿童的工作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这个一个的下一个的报告就是有关来临的礼拜三 我们将会有这一个的联合的祷告会 希望你们都能够参加就是在晚上八点半同样的年节 希望你们都能够上线出席一起为着我们国家 我们现在在国会一直在在在辩论对不对 很多一些的议题我们需要祷告的愿主在当中能够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来临礼拜三参加这个祷告会 好下一个的报告呢就是有关这一个的来欢庆圣诞 上个礼拜你们祷告我们感谢主 那个自旅会都顺利的举行 那么在当中我们也决定了在这一个2021年来欢庆圣诞的 有几个重要的欢庆的项目 第一个就是我们将会举行这一个线上Zoom线上的报告音 将会在12月24号 然后在25号12月25号的那个圣诞日呢 我们也在早上10点钟举行在联合的崇拜 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在在考虑 我们可能也会推动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祝福的项目接着这个圣诞的假期 我们会特别推动一些祝福的项目 就是去特别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所以我们这个主要三个主要的思想 请大家留意也到时能够参与 我们这样跟着来的礼拜会有更多详情向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为了知识部在上个礼拜的会议来祷告 好 我们下一个的报告是有关这一个 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走出疫情的这个行管令的计划 我们目前呢还是没有开放教会 做任何的礼拜任何的聚会 那么假如你不过我们礼拜五礼拜六早上呢 我们会有开办公室 假如你需要来就是要联络我们的话 或是你也可以在这两天把你的奉献带到教堂 我们将会有人来跟你联系 所以请大家留意 跟着全部的会议的活动都是继续在线上举行 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一个的读经的的时候了 好 我们之前呢 我们先来先来做一个光教的祷告 然后红云姐妹将会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预备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同性祷告 主啊 用你的话语和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光中看到光明 在您的真理中找到自由 在您的旨意中发现你的安宁 这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现在我们要读圣经 今天的经文是起自创世纪十八章 第十六节到三十三 三人就从那里起 向所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是 其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捐 雇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 人 与和他的捐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 所多玛和俄摩拉的 最沉重 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观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 竟像那 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 吗 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所多玛去 但 亚伯拉罕仍旧站在 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 信前来说 无论善恶 你都要 草 草灭吗 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 草灭那地方吗 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与二人同杀 将义人与二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 若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 我若在所多玛城里 见到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 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 我虽然是尘埃 还敢对主说话 假如这五十个义人 短了五个 你就因为短了五个 毁灭全城吗 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人 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 假若是那里见有四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个四十个原故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我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二十个原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这样一次 再说一次 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人 他说 为这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是上帝的道 感谢上帝 今天早上呢 我要 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亚伯拉罕生平的其中的一集故事 希望从中呢 能够鼓励我们以根深的祷告来追求上帝 以及跟他来建立一个跟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一个 这两个月可能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些的祷告人 今天我们要看亚伯拉罕 我其实很 真诚的相信 我们信靠和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爱主的人呢 一定会渴望 与神一个非常亲密的同行 并在主耶稣基督里呢 体验一种非常满足的快乐和平 爱和有意义的一个生活 那么其实我认为呢 归根到底呢 多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都渴望 拥有这一种的满足 这一种的喜乐和平爱和有意义的人生 他们其实尽了一切的努力和力量 去追求各种的形式的神 或是方法 他们认为这种各种的神 能给予他们生活中的这一种的满足感 那么这种各种形式的神呢 包括了就是人制造的宗教 各种的宗教 物质的主义 积极思想 权力 地位 财富 朋友 失业 身体的健康 浪漫 爱情 这一切都是人在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追求 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满足 一个能够有满足感的一个的生活 所以当然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都知道 只有在创造我们的这位神里头 才找到人生真正的满足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的圣经里头 我们应该都是很熟悉了 在诗篇107第九章里头有讲到说 因他使你 这个他就是神了 耶和华使你 渴望的人得以自足 心里饥饿的得到宝 得宝美物 就要耶和华讲的 然后在诗篇里头 那世人他们也回应了 这个他们在神里面的经验 那说你这个你就是指耶和华 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而且都是在圣经里 我们看到的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旧约里 新约里头也有 保罗也有讲到这一点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因信 因信将主办的喜乐 就是我们这个信主耶稣的人 他将主办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助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真正找到 这个人生的满足 人生的意义 还有我们所刻目的那种 平安喜乐的生命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挑战 不是不懂这一点 我们都应该都懂了 特别我们在教会 跟主有一段的时间的时候 但是问题 我们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切力追求上帝 或者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分心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东西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使我们偏离追求上帝得满足的那个道路 所以在其中 师父在这一些的所谓的分散的当中 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很好的 很合法的 但是我想呢 大家也知道 其实不是我们人在追求上帝 想刻目到这一些的生命 其实上帝一直在追求我们 所谓一直在寻找我们 他心里头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其实要赐给我们 人所向往的那一种的充满满足的生命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 这种人堕落之后 上帝自己一直都在寻找我们 我们来看看 这个经文 在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 这个是讲到 之前讲到人堕落了 他违背了上帝的话的命令 犯罪了 那么跟着第八节 我们就读到这段经文了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 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 因为他们非常知道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因为他们犯罪 他们就不敢面对上帝了 躲避耶和华神的你的面 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和华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就那一刻 当人离开神的时候 神其实进来 要已经要寻找人 要帮助他脱离 那个罪带来的结果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 加拉台书第四章 四到九七节里头 也给我们看到 神其实一直在计划 他如何兴起 以色列人当中 怎样兴起不同的人 最后就把耶稣 诞生在这个犹太人家族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这个加拉台书里头 讲到 既 时候 满足 所以之前上帝一直在计划 如何在寻找人 重新把人放回去 伊甸园 他就拆了他的儿子 时间到了 而神就拆了他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他们得着儿童儿子的名分 而就是重新要把我们真正的身份还给我们 那么既然为儿子神拆他的儿子 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中 好让叫我们阿爸父 就重新 跟神建议的那关系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 呃 奴仆了 乃是儿子了 这是儿子 就是靠着神为后持 在这里就上帝 一直在寻找我们 一直在追求我们 好让他可以把我们放回去 我们原本的地位 那么 其实圣经也用这一句话来结束 就是上帝 最后的目的什么呢 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先前就是什么呢 先前就是我们的堕落败坏的那个世界 要过去了 那么海也不再有了 我要看见新城了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从上帝那边下来 准备好了 他就是好像幸福装士 其等候这一个的丈夫 跟在这里讲到一个是什么呢 啊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你说 看啊神的障目要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这就是上帝的最后的那一个心愿 自从人多了之后 他一直要寻找 一直在追求人 好让他能够跟神重新 跟人同性能够同住 同行继续有那个密切的关系 好让人重新能够经历到 那个什么呢 亲密的关系 满足的生命 所以这里说 上帝插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好哭 哭号 痛 疼痛 因为之前的事要过去了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进入一个充满着满足的一个的生命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 其实记录了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圣经人物 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的一个的接触 一个的相遇 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再一次提醒我们 上帝在追求我们 上帝如何看待我们 而且他很想如何跟我们交往 所以我希望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这一幕 这一集将会激励我们 克服我们追求上帝所有的干扰 所有的障碍 所有的分散力 并且能够因此专心的追求上帝 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和密切的关系 那今天的经文 OK 今天的经文呢 其实是在圣经中里头 一个非常一个最惊人的一个经文之一 那在这个经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 其实是就是 记录到一个叫做我们叫做神圣的独白 独白是什么是独知自己在讲话 自言自语的一个一个的一个的 记录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其实这个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 上帝就在这里被描述成为 或是描述成为好像人一样 一边走路一边在思考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思维 他的思考的过程 跟神跟人不一样 但是他用人的那种思想呢 的思维表达出来 那么这里其实我们叫做一个叫做 迷人化的英文叫做什么 叫做anthropomorphic 他主要的他主要的这个叫做写法呢 就是把神看作具有人的形的形体 还有人格的那一个的意识 的目的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去了解上帝的思想 好让我们可以跟上帝联系 一种的写作的方法 然后基本上他这种的写法 是要我们明白上帝的计划和行动 就好像他表达 好像人在想我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其实他要干我做我们上帝的计划 所以就是在旧约里头 常常在这些故事当中的一种的描述 描述上帝跟人的那一种的交往 但是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上帝那位同一时间 以他的控制能力 他的能力来维护整个宇宙的上帝 那一位数过我们头发的每一根 头上每一根的头发 甚至他很关注每一只麻雀的那一位上帝 仿佛在这一刻他整个的注意力都完全停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他说我要做的事 岂可以满足亚伯拉罕吗 他整个思想都好像关注在亚伯拉罕 他在对自己好像一个辩论 我要跟亚伯拉罕讲这个事情 我要我要做的吗 好来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 因为上帝将来跟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的交往 那当然大家应该知道 这一个的所谓的自白 这个自言自语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亚伯拉罕和他从天而来的那些客人 刚刚吃完饭了也就非常的满足 所以现在他们起来要离开了 他们要向念一个索多玛出发 当然之前呢 主耶和华答应了亚伯拉罕和撒拉 虽然他们年龄非常老了 已经超越了超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 但是神应许他们 他们在明年就是他们现在所讲的明年 将会得到一个儿子 那么过后他的客人呢 就往这个索多玛去了 那么在十七节里头 上帝就跟自己辩论说了 我所要做的是 岂可满满着亚伯拉罕呢 那答案是什么呢 不 耶和华不要不会满 满不会 就是说他要告诉亚伯拉罕 上帝会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那这里显然的 在第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里头 你们看到 显然的耶和华的在那时候他想要做的东西什么呢 他想在辩论要不要瞒着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这里比安华已经有一个计划 他要以这个将即将要以火焰 毁坏索多玛 审判他的这一个的罪恶 因为这里我们读到索多玛跟 而摩拉他的罪恶 深重 深温于我 所以这里呢 他说我要去看 我这里要下去观察他们的所为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上帝要飞行 告诉亚伯拉罕他的计划呢 他在这个的这个描述里头 看起来呢 上帝好像对亚伯拉罕有一种义务 有一种的责任感 为什么呢 如果你仔细的想想 你会 你就会意识到这个故事里头的惊人的含义 弟兄姐妹 这一位宇宙之主 生命还有所有存在的创造者 全能的 全知的 难以了解的 无所不在的 天使邪灵和人的审判者 正在会飞心的向一个人解释他的行为 你说是不是很惊人 他有这样的必要吗 他这个这个主宰啊 并在整个教堂当中 他没有认同傲慢的感觉 他自己 亚伯拉罕可以明白的方法跟他沟通 好 所以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一个的 度这一个的 怎样讲呢 那自言自语当中 上帝决定要告诉亚伯拉罕 那么在这个记录里头呢 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什么呢 神认识亚伯拉罕 神认识亚伯拉罕 OK 神认识亚伯拉罕 好 在这个这里 我的PWовых 有一些的 错误哈 在18 18条 19 17节 我们就读到这一点 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 要所谓这位 野药伯 要告诉亚伯拉罕 这里说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挽你的 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 大国 让地上的 万国都要因他 得福 跟着来那两个禁止九节 这里盖遮住了 应该这一个应该迟一点才出来了 他说因为他说他盼望 这个亚伯拉罕也会 行正义 他要在他身上行大事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神知道亚伯拉罕会以 虔诚的方法建立他的家庭 他知道亚伯拉罕会 正确的教导他的 孩子那么包括这一次 他跟亚伯拉罕的这一次的相遇 所学到的知识 就是要传给他的孩子 知道这里 他这里主要个很重要的故事 的学习什么呢 亚伯拉罕最后 结果这一次的接触之后 他真正体会到上帝 是一个有正义 同时也是有怜悯 有人词的一位上帝 神知道他将会 把这些传给他的 子子孙孙 但是这里呢 那我要大家重新看的这段 这个节呢 是这一句话 我坚固他 我坚固他 因为我care 所以说我会保守他 我会坚固他 但是这里呢 我要要给大家 看见的是什么 这一个所谓的坚固呢 其实原文里头是知道 yada 那么这个在原文当中的 这个知道是非常丰盛的 一个词句 一个词句 一个的词汇 非常很多很多意思的 在这里呢 他发中文就翻译成 坚固 可是看顾的意思 但是他原文是知道 其实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的一个 一个的意义是什么呢 选择 让你做我的朋友 来选择 让你做我的朋友 更的认识我 更的更加的知道我 所以他背后一个 很重要的含义在这里呢 我觉得是什么呢 是上帝要 请亚伯拉罕 我认识他 我要他成为我的朋友 所以这里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了解在这里 所以当亚伯拉罕说 上帝我要 认识亚伯拉罕的时候 其实上帝说 我要选择 亚伯拉罕 做我的朋友 他说我已经 这你的含义是什么呢 他做朋友 他这里说 我已经改造了 或是改变了 造物主跟被造主的 那个关系 审判者跟罪人的关系 那个这个他要加多 一个层面 就是我现在选择 这个人做我的朋友 这也包含着什么呢 我也希望他成为我的合伙人 那个事工的同伴 事工的同工 在他神的计划当中 要扮演一个的特别的角色 此外 虽然 上帝知道 亚伯拉罕会遵守 他的戒律 并且教导他孩子 但是他不要只是 单单的成为一个只是 领受 接受命令的人 他现在要希望亚伯拉罕 成为真正的一个 跟他合作的伙伴 充分的参与 耶和华所要做的各种的项目 特别 对他有关的项目 这个对我来讲 却绝对是很差异 很惊讶 很惊人的一个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的宣告 对亚伯拉罕讲 如此 跟要将来看待亚伯拉罕 要把他成为他的朋友 所以在雅各书里头 我们就读到 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但是弟兄姐妹 更加来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更加惊人 更加这个惊讶的 是什么呢 我要告诉你 上帝也想把你 带进这一种的关系 这难道不是很惊人吗 弟兄姐妹 没有错 好像这里我写的那个 黄色的那一条线里头 没有错 同一位的上帝 就是如何呼召 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位上帝 他也想要跟你建立 这一种的关系 不是只是一种仆人的关系 一种创造者跟被造的 或是一个审判者 跟被审判的人 他说他也要你成为他的朋友 合作的伙伴 不可思议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跟我都是他创造的 是他救赎的救人 甚至他也把我们刚才我读到的 那个加拉泰书 也已经被领养 成为他孩子的一个超自然 上帝这座圣灵 从我们里面重生的 所以这一切 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心 他最后其实 他不要停留在那边 他其实要呼召我们 进入一个更高的关系 就是跟他的所有的计划 都成为一个的伙伴 真的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这位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帝 要跟我们合作 可能你会说 可能对亚伯拉罕 他有信心 我们读圣经 他是亚伯拉罕 你是以色列的祖宗 之类的东西 但是不是我了 我们不可能会这样的一个 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但是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记得 耶稣在他被判 被判 被出卖之前所说的话呢 就是他被抓 被去审判 被去鞭打 然后被定势之家 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来看看 就是在约翰福音 第15章15节 这里说 以后我不再叫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人所做的 主人所做的事 还不知道 我仍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父所见的 都要告诉你 从父所听见的 就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在人间所要做的 各种历史的 那个的成就的 这个计划 他说我要告诉你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 借做神 借做主耶稣 在这句话里头 告诉我们说 他也一样选择了我们 呼召了我们 不但成为被救赎的人 罪得赦免的人 他现在也要称我们为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可能你也会说 不是啦 牧师这些是对 那些当时的门徒 那十二个门徒讲的 对不对 其实这里呢 我们看到 这是这一个 耶稣给当时的 这一个的应许 但是你再继续 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个 都是像我们 像我们所说的 一个的应许 因为在 哥林多前书 第后章 第一到二十节说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 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是的 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所以在这里 保罗提醒到 主耶稣所给的 任何的这个应许 就是要 把他门徒 变成朋友 这应许 我们假如在基督里面 无论你是在什么时代 当我们已经相信耶稣 在基督里面 都是yes的 都是是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一样被选择 成为上帝的 这一个人 朋友 他的工作伙伴 那么当我们理解 这一个呼召 这个事实的时候 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 要记得 如果你跟我是 神的朋友 他会跟你分享 他的想法 和计划 就好像 亚伯拉罕这样 他说我要 满足他们吗 不 我要跟他们分享 如果你是 他的伙伴人 那么他 神 也会非常 关注 你对他的计划 和项目的 看法 弟兄姐妹 这就带我们 进入有关 这个祷告的事情了 不管我们 祷告是什么 但是这里 非常清楚的 告诉我们说 这个祷告 是为了 我们与上帝 分享 接受关于 他对某些事情的忠告 就是我们对上帝里头 得到上帝的提示 有关某一些 在他世上所行的东西 上帝就好像 祷告 就好像上帝 教你参加一个天底 或是一个天上的 一个的筹备 委员 一个筹备的会议 与他商讨 讨论某一些的事情的 所谓的 Destiny 他们的命运 就好像索多玛 跟这个的 GOMORIA 他们的命运 上帝跟亚伯拉罕 来商讨这件事情 你同时也可以看到 这一个的了解 也立刻把我们 整个的那个祷告 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的目的 祷告的目的 不是单单 集中在我的需要 我的祈求 我的痛苦 当然这是 肯定是 上帝感兴趣的 也会在上帝的 议程当中 但是上帝的 议程当中 超越了我们 这一些的议程 因为在他 属天的议程当中 和他已经 涉及了 最更大的议题 还有更大的后果 要成就的 而且上帝 呼召我们 教我们 进入这一种的 教谈 这一种的交往 所以上帝 刚才读到的 真是跟亚伯拉罕 来讨论 来所谓辩论 来 讨价还价 有关 索多玛的命运 我们也是 其实被呼召进来 参与这样的一个的 教谈 所以跟着我们 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 创世纪第18章 22到33节 这里呢 最后的这个 教谈 就是22到33 神跟亚伯拉罕 继续谈了 他现在把他 叫进来 他的会议室 跟他上讨了 所以亚伯拉罕 跟神好像 讨教皇家 要避免他 对这一个 索多玛的 判决 希望上帝 对 但是在同时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 亚伯拉罕 对上帝的看法 也改变了 他现在肯定 当他 以嫁还嫁的时候 跟上 逃嫁还嫁的时候 亚伯拉罕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非常肯定的 明白 知道 他绝对 上帝是一个 绝对 共义和仁慈的 所以他来说 50个义人 你会毁吗 45个你会毁吗 但是为什么 他停在第10呢 他不去 有五个 有一个 你都要 要违坏这个 索多玛呢 你没有想到 为什么他停在 不时 因为当他来到 那一个层面的时候 当他进一步 深入的跟神 在所谓的 argue的时候 他深深体会到 上帝 上帝不会做出一些 是没有良心 没有仁慈的 一个作为 他不会随意 会违坏 不应该被违坏的 人事物 所以这里 在他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次进入 一个很重要的了解 深入的祷告 将会改变 当我们进入了 这一种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会被改变 而且呢 我们的 我们也会因此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变得更大 因为我们更了解他了 在这一个的 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 其实亚伯拉罕 的神 变得更大 弟兄姐妹 常常我们 的生命 我们的思想 很多我们的一些的态度 其实把神 宿小 但是当我们进入了 这一种的深入的 交往 跟神的讨论 的祷告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 忽然间 就把神 忽然间 放开了 神会变得更大 更美 更超越 我们可想 所求的 这就是所说 我们今天 要追求 跟神的 这个的关系 所以要深入的 进去 祷告 而不是 有需要 神 神我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继续了 那是让我们 深入 跟神 进去 神的 你的思想 里头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 进入那种 满足的 生活 弟兄姐妹 你能 想象到吗 当上帝 在我们身上 变得更伟大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会变成怎么样呢 这不可想象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以做些什么事 现在弟兄姐妹 在接受的时候 我有一句话 深入的 祷告 不要只是来求 解决问题 深入的 祷告 其实上帝 一直在要求我们 呼吁我们 进入他里面 更加的体会他 他的心 他的计划 而且他是 盼望 我们去参与 这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问题 超然的上帝 他们要我们 有限的人 参与 这样的一个的行动 所以希望 这样的了解 能够继续的 激发我们 追求上帝 不要再跟那些 没有 没有永恒 价值的东西 来分散 我们的生命 所以希望 这种姐妹 精深的 去祷告吧 去接触上帝吧 看看上帝 在你的生活当中 带来什么的变化 当上帝 怎样的 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你将会 知道 你将会 得到 你所追求的 真正的满足 所以希望 弟兄姐妹 今天 借做 亚伯拉罕的 这个的 生平 希望能够 激励我们 更加的去 追求上帝 上帝 也好 要你 要我 要大家 成为他的 朋友 我们地球 祷告 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透过 亚伯拉罕 给我们看到你 自己的思想 你如何看待我们 你如何 要跟我们交往 你不是要看我们 成为一个被救赎 而得到永恒 生命的一群人 你要我们 参与住 你的公主 我们是何等的人 然而你要 看中我们 所以求恩主 你帮助我们 挪去一切的 那一种的 分散我们注意力的 让我们专注 来追求你 来进入 更深的祷告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 与你同工 改变 不但我们自己 而且同时改变 我们的周遭 我们的城市 让你救赎的计划 能够更大的彰显 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 主你的救恩 所以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以下时间 继续仰望 希望你在这一个礼拜 就向我们说话 激励我们 我们跟 能够战胜一切的妨碍 主男来追求你 在更深的祷告里头 跟你连接 我们求祝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生 阿们 好 现在我们要唱上回诗 喝着耶稣的圣灵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的改变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你是我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不在最终到这了 是你 带领着我的事 这样我们再一次的 我们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让我的 改变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你是我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不在最终到这了 是你 带领着我的事 靠着耶稣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总是谁要靠着祖 为主义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不必急迫作罢 甚至终到更狂妨 是你 带领着我的生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乱乐的改变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你是我 在你爱你 我要寻诱 我不在最终他端 是你 带领着我的生 靠着耶稣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总是谁要靠着祖 为主义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靠着耶稣的圣 不必急迫作罢 甚至终到更狂妨 是你 带领着我的生 是你 带领着我的生 阿们 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得胜 特别在我们更深入的 来跟神 在祷告里头 跟神交往 好 现在我们来以信心领受 祝福 然后我们就 平安的散会 愿上帝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让你们认识敬爱上帝 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有缘全来的上帝 圣父圣子 圣灵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中间 常常与你们 对你们所爱的人 永远的同在 阿们 愿大家平平安安的爱主 去侍奉主 靠着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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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